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条 差不多特选的维纳斯 品质非常的高 上次回来我们就没开箱了 今天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也就今天才打开了,一直没打开 珠光真的是非常亮 而且瑕疵非常的少 它为什么没品上特选呢 可能就一刀两个珠子,没测过去 所以就品上SS维纳斯了 珠光真的是非常的好 当然价位也是非常的高 我今天呢,带的真是奥白凤凰 应该是10到12的一个点位的 比较大 耳钉呢,有点偏小了,9米的 我手上那10米的11的成品都卖完了 我明天再沾几堆奥白的耳钉 因为奥白耳钉呢,是素钉 常年都有人要,是属于必备款 明天沾几堆 今天才发现手上呢,素钉卖完了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品质到底有多好 这三条呢,都是维纳斯 都是真科研大正的维纳斯 都是太漂亮了 这条呢,是纯白光的 它鲜彩呢,带一点点粉的那种感觉 它不怎么粉 稍微带一点点鲜彩 它这条比较白 这两条呢,它是属于 白光带一点点清冷 光子都是非常的漂亮 都是属于一层一的柱子 但是这个呢,可以说每个柱子都打到那种柯柯很完美了 太漂亮了 整个柱子光都非常的亮 太漂亮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 应该可以说,柯柯无瑕了 但是视频里呈现不出来它那种特别极光那种亮 好,这个柱子的点位呢,是 左边这个呢,是9到11.6的 我们定价是12万8 这个应该是,它俩好像点位差不多大 这个是9到11.9 这个定价是17万8 它俩是一样的 品质一样 大小好像也是基本上点位一样的 这都是整个澳北当中可以说是很顶尖的货了 特选没做 因为特选也是货源非常少 第二个呢,需求的人也是比较少 这个维纳斯基本上就是和特选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这三条柱子品质都是非常的高 这两条比这个可能还要稍微高一丢丢 品质太好了 今天也是学着人家在背光的地方拍一个视频 给大家欣赏一下 真的是太凉了 太漂亮了 澳北说是珍珠中的爱马仕 但是呢,维纳斯呢,又是这个爱马仕中的塔尖货 太漂亮了 每颗珠子都是极光的 每颗珠子呢,都和灯泡一样亮 还没穿呢 等那天我们可以穿上 配上日本进口的口头 珠子太美了 拥有一条可以说就是毕业了 我们以前被珍珠都不分什么澳北啦,南洋,金珠和大喜迪 统称这三个珠子都叫南洋珠 就是这三个系列当中价位都非常的高 就像顶级的一条孔雀率也是非常贵的 像今天相对来说,茶金又便宜点 因为你顶级的茶金,哪怕是特选 它也就和澳北的维纳斯价位差不多 甚至还没有澳北维纳斯价格贵 如果说现在在价格上来说,澳北和孔雀率,顶级的孔雀率 它俩价格是比较持平的 那就是,茶金相对来说价格又低一点点 一般人都能接受 像这个,但是澳北的高品质的也是非常的少的 你不管是马上六月份的港展,你们可以看一下 好品质的维纳斯也是非常少 维纳斯也分等级好的 像我们家有,像我脖子上这条疯狂 完全可以说和维纳斯媲美了 不管是维纳斯也好,还是凤凰也好 它也是具体看某一条的珍珠项链 它不像钻石,就是增书是一样的 东西品质就一样 但是珍珠是不一样的 我脖子上戴的这条疯狂呢 光也是非常的亮 就和刚才那个维纳斯的光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它就是稍微有点危险 但是这个瑕疵度呢,是在社交距离一点看不出来的 它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瑕疵的 澳北的等级就是特选 维纳斯到凤凰 特选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那真是渴望不可及的 我觉得花好几时外,每一条串竹有点不适合 像这样的一条串竹呢 六位数基本上大家都能接受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明天见